哪儿走四方 何处不为家 死在哪里 葬在哪里 天下青山都一样 这是十号被九天十地的人送给抑郁师说的话 也是完美世界中的又一个落泪之地 那一日 十号从抑郁中杀毁 不但如此 他更是从几个至尊手上带回来了一个烂木像 然而他使用了所有方法却都打不开 荒回来了 这个消息震动了地关所有人 而他手中的木像 更是惊动了地关隐世不出的一些老怪物 这其中就有祖祭坛的各位 每一位都最少是至尊之敬 甚至惊动了一位禁区人物 要知道禁区的人 很多都可能是残存与上一个世纪的怪物 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 这个木像很有可能藏着 禁忌先王境界的关键线索 然而这些大能每一个人都尝试去破解 最终都无功而返 那一日 地关外 一张又一张法纸腾空 在那里燃烧 像是在举行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 金色大漠中 响起了号角声 似有千万雄兵禁机 将功向帝 天渊 如同一口扣在这里的巨大漏洞 不断地转动 发出隆隆声 有黑色闪电交织 有血雨降落 此外 还有仙道人物的哭泣声 在狂风暴雨中模糊地显现 宛若有很多古老的森林复苏 全都在地后 那景象非常恐怖 犹如世界末日将要来临 黑色的闪电 血色的雷铁 彼此交织着 缠绕着 更加滂沱的血雨滚滚而下 天地站立 大地躲动 地关庞大 古老的城墙都是以星骸堆砌而成 但如今也在颤抖 仿佛要倒下了 没错 正是抑郁的不朽之王将要全面复苏了 这种不朽的力量 即使有着地关阻挡 却仍然让地关的至尊内心有一种压抑 一种经济 很快 地关城墙上出现了几道身影 其中两人便是金泰君和王长生 这两个与荒有着血海深仇的至尊 要不是荒有着孟天正撑腰 这两位早就动手了 还有一位驾驶者五色战车 也是一位至尊 他是汽红的师父 很欣赏时候 不一会儿 他们看到了地平线上的黑色洪流 那是人马 是抑郁的无穷大军 已经来了 那如洪水一般 压满大地尽头 黑压压一大片 让人心急 让人惊恐 有一种煞气铺天盖地儿 这是大决战的气息 看来不朽之王真的苏醒了 时候听到消息 也赶了过来 他猜测这次很有可能是因为那口烂幕香 果然他被金泰君叫到了城墙上 不一会儿 抑郁一辆黑色战车 从远方缓缓驶来 宁静被打破 交出荒 交出木香 可保地关继续平安 一道声音传来 很冷漠 带着一种大威严 你说交就交 城墙上 有人喝道 交出荒 交出木香 我借不朽之王可以启示 万年不公地关 保持两界平静 不然 血洗此成 这些话语一出 让所有人都震动 烂木香是起人骨气 有可能造出一个先王 而荒竟然在抑郁口中和烂木香一样重要 看来石浩这一次在边荒闹的动静足够大 尽管石浩还是最年轻的小辈 异域也感觉到了这潜在的威胁 不朽之王都因此而全面复苏了 要扣关 这是何等的大事件 只有在上一纪元末 异域真正开始全面攻打九天石地时 那等存在才会动神 这足以称的上金古金的大事 大幕开始拉开了 假如不朽现在扣关 九天石地是完全不能阻挡的 荒世帝官的子民 怎能交给你们 有一位大修士高升道 骨气极业 在第一时间反对 然而他终究是人为言轻 这些决定只能够由金泰君这种大人物去做 果然此话一出 抑郁的地族出来了 这种种族少得可怕 每一句话都有威蚀 交或是不交 你们要考虑清楚 选择好 地关下 站在黑色谷站车前的一位老者大声喝道 想让我等屈辱地接受这种条件 做不到 城墙上不乏血性质 他们常年战斗在此 怎么可能会屈服 没想到此话说完 所有人灵魂开始站立 大漠尽头 天云所不能笼罩的前方 那里传来冲销的光 带着凛类的杀气 浩荡亿万里 很显然 不朽之王开始有所动作了 异域王族一位老者说道 你们是否要做出选择 不要自无 如果你们同意 不朽之王可立下写实 万年不发动战争 这是多么大吸引力 平稳万年 到时候九天十地或许有生存的资本了呢 不朽之王血世可不敢违约 牵涉着大英国 金泰君开口了 能否换一个条件 木箱不能交 所有人露出一色 这是要交出荒吗 金泰君传音九天十地无敌者 他有办法联系到当年的击退 异域大军的强者 只是这时候却不能出手 地关这边无敌者都动聋了 谁不知地关极其可危 若是不朽之王复苏 肯定会过 那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 到时候扣关 谁能挡住 能拖些时间 这边几十亿神灵就能活下去 这是多大的事啊 所以有些人动了心思 老神已经说了 木箱不能交 金泰君开口 这么说 荒可以交给我们 抑郁的人天生好战 荒现在在抑郁也是璀璨的一颗星 已经杀了他们十几万的强者 听到可以交荒 震天怒吼喊出 抑郁地族考虑了一会儿 我等四寸过了 接受二等陷阱 将荒交出来 可以换取十年和平时间 太少了 金泰君旁边一个老羽伸出手 五百年 一个年轻人五百年 有人露出侵猎之色 这怎么可能 完全没想到 此时坐在地族黑色古战车的人开口了 五百年可以 然而也没有人问问十号愿不愿意 要知道 就在前几天 十号刚从异域杀回来 其中斩杀顿一镜和掌握强者上千人 放在两国战争 怎么都是被万事勇流传的大将军 然而刚立功就要被献祭给帝国 这是何等的悲凉啊 帝族之人又开口了 年轻人 你虽然在边荒杀了数以千计的人马 但我很欣赏你 你来我见 我不一定要杀你 不朽之王惹是欣赏你 允许你独自一人利益 一人为王族 甚至超越王族 都有可能 此话一出 地关两边几百万大军瞠目结舌 这是何等的荣耀啊 一人便可成为王族 享受无上荣耀 见地族多可不败 要知道史上只有堕落凤凰 孤族这种顶级族群在抑郁才这种荣誉 所有人都在等着十号的选择 就算十号就此反了也是理所当然 他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结果刚刚回来 就要被当成筹码而交易出去 这是何其可悲的事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逼着反啊 优优独播指order